聯合國安理會預計將於星期日投票 決定是否要派顯觀察員前往 受到戰爭遊覽的敘利亞城市阿拉伯 以便監督撤離工作 並為留在那裏的平民提供幫助 安理會將審議法國的一項提議草案 該草案對阿拉伯市內及其附近地區 日益惡化的人道主義危機提出警告 並稱有上千上萬被圍困的阿拉伯居民需要撤離 星期日的投票如同安理會今年審議的六個停火提議一樣 預計將會遭到敘利亞主要盟友俄羅斯的評擊 俄羅斯否決了之前的幾個停火提議 觀察員說星期六有多達4萬名平民 和最後一批仍然留在該市的叛軍 陶勞地等待撤離行動的恢復 呼籲美歌 從另一批仍然存在